我怎么没摸到啊 是油吗 晓雯同志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 连油我都看不出来吗 陈大姐 你确定那摸到的是动物油啊 我用命担保 那就是动物油 陈大姐说的对 不是猪油又是狗油 你接着沈 一定要问清楚了 对了没 说吧 对啥了 既然这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我也真的是瞒不住了 说吧 我就直说了 嗯嗯 一只野狗 野狗 狗 打了只野狗炖了 警察姐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们不该吃肉 我们错了 那肉哪儿去了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 等你们明天来了以后 大家一起分着吃 但这个肉一出来 我这嘴巴实在是病不牢了 啥 啥不牢 就没控制住自己啊 哎呀妈呀 我 我一口气 全都吃掉了 连 连一根狗毛都没有剩 骨头哪儿去了 骨头 扔了呗 扔哪儿去了我问你 扔哪儿我可不知道 得问他 骨头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我出去就 这一甩 这这不记得了 不然我带您出去找一找 走走走走 行行行行行 这个事情已经清楚了 炖了条狗是不 是 是 我问你啊 万少 那狗 它是不是要咬你们 你们把它给打死了 是的 是的呀 大主 您 您怎么晓得的呀 那爷 我很凶啊 我真是怕它伤到文艺丘同志 我这把他打死了 哎呀 那你这是 爱护同志的表现哪 好啊 是吧 好啊 今年呢 我们这个 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要一苦吃甜 咱们不杀猪也不杀鸡 可是这狗它要咬银呢 那你不打也不行啊 没错 再说了 这狗已经打死 你也不能扔在树林里头 让野兽吃了 那还不准让银吃了呢 是不是 行了 这事就这样了 那主任 好不 我想让汪真同志 带我去找着那骨头去 你看那骨头干吗呀 哎呀妈呀 你还不租到那租圈里 把那猪数一数 看够不够数 没错 那主任说得对 你租那树够了就对了呗 做什么 那不行咱就查树去 要不我陪您去查 对对 我们去点猪好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你坐下 好 大家都回家过年了 路上小心点啊 行了 你便送了 也不坐一会儿了 哎呀 明天还有事呢 哎 你明天还来拜年吗 这不就拜完了 还拜啥啊 哦 谢谢 谢谢 外甥同志 啊 文艺丘同志 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啊 我国无产接近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新的阶段 啊 路前 再打一个 肚子痛打得出来了 没跑没跑 绝对是猪肉味 打啊 打不出来 你必须打啊 我 我真打不出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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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活动 酝酿酝酿 这样我走一走看 试试看啊 好好好 哎呀 我说景大姐啊 不行就算了吧 你这玩意儿哪儿 能说打出来就打呢 你再说了这一宿打不出来 咱等一宿啊 别说一宿 几天几宿我都能等 景大姐啊 是景 你要打 打 我回去了 你这 这哪儿来的胡闹啊 那 你这 这哪儿来的胡闹啊 我去看看啊 我去看看啊 你干啥呢 烧开水啊 我看你们说那么多话 应该口渴了吧 好 大壳了 大壳了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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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任你闻闻 你闻闻啥味儿 你闻闻 你这一股五八味儿呢这是 咋这咋了 这这 这不是柴草味儿吗 宋处长 刚才味儿浓的时候你不在 你除去了 你没有发言权啊 经过我再次地确认 就是猪肉味儿 没跑 没跑 万生同志 你不要再隐瞒了 说 猪肉哪儿来的 是狗肉 好啊 你小子 就是这么不承认啊 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搜搜搜 哪儿了 景大姐不行了 我这个胃啊 咋 咋又犯病了呢 又不成了 妈又不成了 景大姐 你服务家伦 你别去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 景大姐 我这个胃啊 来 这不行啊 疼死我了呀 疼哪 疼 死我了 不行了 我说哪有主任哪 你这还疼得厉害了呢 疼得我不行不行了 那 怎么 去医院吧 警大姐呀 宋少三跟那疼得抗伤自打滚啊 她就去医院吧 妈呀 警大姐 你干啥呢 你去医院吧 你去医院吧 赶紧赶紧的 快点的 快来大把手 赶紧 我这再不去 快点吧 人家 这不去咋找 我去找 哎呀 哎呦 快点钱去 帽子戴上 戴戴戴 人赃俱祸呀 这就是证据 哪主任 下面 就由您来处理 哎呀 到底还是整出个肘子来呀 你说这是哪儿来的你 宋处长 宋处长 我问你这哪儿来的 是 你去找的 这是很奇怪啊这个问题 这是哪儿来的呢 你说这 猪圈里面一头猪也没少 咋就出来肉了呢 这肉哪儿来的呢 你再说了这周围 这荒郊野岭呢 也没有人家啊 那即便是有人家养猪 那猪也不可能自己跑过来啊 是不是 哎呀妈呀你这都是问号啊 都是问号 那这问号也得你来解答呀 我来解答呀 不是 那得你俩解答呀 对呀 这哪儿来的呢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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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姐 您真是火眼睛睛啊 既然现在 这只猪腿已经冒出来了 那我现在再瞒的 就是欺骗组织了 好 好 我交代 等等 我现在就交代 等等 我先说一句 万生啊 这个事情呢 你呀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别胡说 你要是胡说呢 这个处分呢可就更严重了 反正不管怎么讲 都是要处分的嘛 我就是提醒你 别胡说就行了 知道不 那主任 如果我现在主动地 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 组织是不是可以减轻 给我们的处分啊 你先说吧 好 那我交代 这头猪 来自 我们养猪场 那主任 那主任 那主任呢 你是张嘴就胡说八道啊 景大姐已经亲自到猪场里 都看过了 一头猪都不少 你的意思就是说 景大姐的工作出纰漏了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工作 绝对不可能出现纰漏吧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这头猪肯定不是咱们 这养猪场的 说 是哪儿来的 说 不 不是猪场的 问你呢 你说 我 我 我再反省一下 文一秋同志 请你如此地回答啊 这个猪肉是哪儿来的 问你呢 反正 您的工作是肯定不会出疲劳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这个猪 是不是养猪场的 你看看 你 你这是 不 景大姐 景大姐 你 你我 我真的有点乱了 我都交代了 这头猪就是来自我们的养猪场 不可能 不可能 不 你们要把我逼死 那这头猪是从哪里来的 我生出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我交代了 我怎么这就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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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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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饿不饿呀 我这腿都撑不住了 我是不饿 饿啥呀 革命工作还没干完 你还饿啊 我腿都撑不住了 那是你 你 我觉得 景大姐 我的意思呢 都饿了 都这会儿了是不是 咱先吃饭 等吃饱了饭有了劲 咱接着审 我同意 那行吧 听总的安排啊 吃饭吧 吃饭 等等等等 咱俩下来 你们俩下来 你们俩坐点去 快快快 下来下来下来 你这在折磨我们吗 下来吧 赶紧一个吃饭了 就完了吗 下来下来吧下来 你干吗呢 你说你的 你来来来 你上他旁边去 把那猪肉绑着 我已经 这不是折磨人吗 你俩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这中间有腿啊 不能太近了 靠 靠近 干什么 靠大姐啊 过去的一年里 你俩真的是太辛苦了 现在要过年了 啥话都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来干吧 那主任 我真的不辛苦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 真的 来 干 好 来 拿主任 干了 干了 都干了 干了吧 那主任敬你的酒 干啥呀 都干了 干了 干了 这事还没办完呢 倒上 对了 我跟你说啊 行大姐 过去的一年当中 你们办公室 对我们保卫组 那真是 又是关心又是帮助 对了 我呢 代表保卫组 敬你一位 好吗 咱俩就别这样了 为啥呢 说实在的 这主任的事多重要啊 他俩没交代清楚 就这么不明白 就喝喝酒啊 等到把这事弄完了 我再跟你喝呗 行大姐 你咋的 那主任酒喝了 我的酒不能喝呀 你看 喝吧 喝 干了 我干了啊 行 行大姐 好酒量 万生啊 咋的睡着了 我 有点累 景大姐 可是暗中一直在帮助你呀 你不给景大姐提一个呀 不感谢一下 好呀 景大姐 我谢谢你 一直不厌其烦地 督促我们进步呀 你虎口夺食 把我们要吃进去的肉抢下来 没有让我们犯更大的错误呀 谢谢景大姐 我相信在景大姐的帮助下 我会进步得更快 外面的猪鬼长得更肥 我敬你 好 谢谢你了 来 别干呢 来吧 干吧 好好好 来 干了啊 够意思 真太容易 哎呀妈呀都不赢了 太有意思 哎呀文英修 你不表示一个 对 来 点点点 不是跟我 跟景大姐 你说你这孩子你咋一根筋哪 景大姐也没少帮助你 就是 给景大姐敬一个 快点的呀 你喝一下吧 啥也别说了 来 干 干了 干了 都碰上了 赔一个 赔一个 大水 来 我赔一个 行不 好不好 来 干了啊 哎呀这酒啊 我这酒咋样 我这喝完了 上火这个 好好好 行了 我点多了 哎呀 那主任的酒你不尝尝啊 妈还尝啊 哎呀听我说一句啊 对吧 新的一年呢 马上就到了 是啊 明年呢 我们的工作呀 会更加的繁重 景大姐啊 你这一块呢 还得努力啊 你还得多辛苦 那主任务 腰部剑台 比比比比比比 比我家自家的事都重要 你知道吗 从今以后我一定苦足干劲 力争上游 争取为革命事业 我鞠躬尽瘁 我天赚家王 来来来 过这好 来来来一起来 来一起干 干一个 过年吧 干好了啊 干了啊 干 干了 干了 他说你这种 像当初 小子的队伍 浪根浪 才开张 当务 才有四几个八条家 别擦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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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生啊 难得景大姐今天这么高兴 你藏也藏不住了 你就把那呼嘱又端上来吧 那主任 你怎么总那么火急火燎的你 不是出事了 我跟你讲 相机里那胶卷没了 证据没了呀 天哪 胶卷没丢 我都洗出来了 你慢慢看吧 肉哪来的 还不少呢 撑撑撑撑撑 你 这谁干的 我得找他们去 你别管谁干的了 事情都摆到这儿了 证据确凿 你找人也能说出什么理啊 那主任 我 其实我就想帮助他们进步 就是抓到证据 那我 那我也是以教育为目的 不会为难的 拿过来 我跟你说呀 这个事吧 我呢 替你保密 以后就别提这个事了 听见没 谢谢你 你俩主任 我说了 别提了 景大姐啊 以后呢 对万生和文艺丘同志啊 你还要继续地 监督教育他们 争取让他们取得 更大的进步 那主任 我也想了办法 你说他们也是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你说 就想不出更好 更多的办法 一帮一一对红 一帮二都得红啊 你再好好琢磨它 我跟你说呀 你们相互帮助都能红 明白了 林大姐 您坐您坐 好好好 您俩也坐 您坐您坐 我们站着就好了 您有什么指示 您就说我们听着 真听我的 那当然了 您说什么我们都要听的 您说的永远是对的 乔恩同志你呢 您是我们的榜样 听您的 那就好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 自从你俩来到药物 我就接受了组织给我的一个任务 啥呢 就帮助你们进步 通过一段的时间的学习啊 考验呢 我发现你俩进步挺快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很好 我很欣慰 林大姐您 这都是您教得好呀 一帮一一对红 一帮二都能红 我是真心想帮助你们进步 来个红火火火的呢 只是我分身乏术 我工作太忙啊 我 我真是 是是是 没办法 秦大姐您也是用心良苦呀 只怪我们 我们太笨了 进步得太慢 还没有猪长得快呢 我真想了一个办法呀 我不知道你俩同不同意 秦大姐您就说吧 您您说的我们一定是同意的呀 真的 那当然了 好好好 那我就说了 您说吧 我知道你俩是大学同学 私底下的关系老好了 是不是 一块来到这儿 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吧 年龄都老大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我就在想 我跟你俩做个没 秦大姐 秦大姐 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 自己做主自己负责好了 不用您操心了 这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先给你俩配个对 你俩一起过 成个家 那 那成了革命夫妻了 那更有助于你俩互相帮助 一块进步啊 哪去了 你俩不同意啊 文艺秋同志 你先回陛下到那儿去啊 你看 咋的呀 你乐不乐意啊 哎呦 我 我真没有想到呀 不是 臭臭你这么大的人呢 个大老爷们儿 还羞耍了你 不是是是 秦大姐这个事情 我这 我这 一个巴掌怎么还不想呀 我了 天上雕下过的妹妹 是一朵晴云 甘测心 小文同志 该说的我都说了 表个态呗 这么说吧 你画上那个画的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那一定是你喜欢的人 我也知道 你俩肯定离得老远老远的 你说 也见不着 或者是结不成婚 哎呀妈呀 摸不着 听不着看不见的 是不是 小文同志 听大姐一句话 年龄也不小了 该一家人了 万生 跟你是同班同学 文化程度是一样 又有共同女人 我看你俩最合适 我还不说了这么多了 你 你也得表个态呀 你 你说说 你说说你自己的心 我们玩了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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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姐 我和万生 是同学 是革命同志 又走了一条 差不多的路 我们应该互相扶持 就是 互相爱护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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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啊 我就这个意思啊 金大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 只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啥呀 是吗 小文同志 不瞒你说呀 这一个巴掌都倾倾了 就差你这巴掌 成了 金大姐 你让我 再考虑考虑吧 是是是是 婚姻是大事 那是得关起门来 好好的琢磨琢磨 好好的考虑好得清楚啊 嗯 这门外的人怎么劝都不行 那他还得是门里人 他心甘情愿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话哈 哎呀 人这一辈子 碰上一个合适的人 那真不容易 真的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等再碰上 只不定是猴年马月 哎呀 后悔要没得吃 婚姻是什么呀 那是革命啊 拥有美满的革命婚姻 那不光是你的福气 那也是为革命做贡献的 哎呀 哎呀 小安同志啊 哎 我走了啊 哎 琴大姐 哎 吃完饭了走好啊 不了 我还有别的事呢 哎 那我送您去 哎呀 长来长往送啥呀 你讲了 门眉观眼 加把劲 啥 加把劲 景大姐 景大姐 你等一下 我这有点针子 你拿着吃 傻言你 就这机会 吃 拿吃 谢谢景大姐 谢谢 谢谢景大姐了 你给啥子 谢谢景大姐 你里里里里里里 今天假如日 开饭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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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